第20章 隐形岛 妈妈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床上 而且都昏睡着 妈妈 今天晚上我们叫去拿珍珠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光眼中泛之泪 摸着昏迷不醒 双颊凹陷 脸色苍白的妈妈说着 爸爸跟小光 站在海岸边的大石头上 看着天上的满月 已经是入冬了 天气也变冷了 冷冷的风吹着爸爸和小光的脸颊 小光 你穿得够暖吗 冷不能 爸爸问着 我不冷 小光有点颤抖地说着 爸爸把他的围巾包住小光的头 积脖子 这样比较温暖 他微笑说着 那爸爸呢 您不能吗 小光有些担心地问着 我是爸爸 我这么高大强壮 我不能 爸爸握着拳头 逗着小光 小光微笑着 他看着被月光照得通明的海上说着 爸爸 今天晚上的月婆婆 好亮啊 的确 爸爸点着头 那我们开始找吧 爸爸和小光努力地找着小岛 可是找了好久 都没有见到小岛的踪影 小光打了个哈欠 爸爸摸摸小光的头 关爱地说着 小光 如果你累了 可以先回去休息 爸爸 自己找就可以了 小光深吸了一口气 打起精神地说 爸爸 我不累 您不要担心 他张大了眼睛 继续在海面上寻找着 突然间不知哪来的一只大海鸥 在海中央的上方飞着 爸爸 那边有只大鸟在飞 他惊讶地 比着右前方海面上叫着 爸爸也张大了眼睛 朝着小光比的方向看去 他皱着眉说 对啊 三晶半夜的 哪里来的大鸟 在明亮的月光中 他们清楚地看见 大海鸥挥舞着 他的大翅膀飞着 爸爸 它停住了 小光说着 那是什么在海里发亮呢 他看着在大海鸥后面 发着南光的海浪 围着一个若隐若现的小岛 他想起了法战仙女 带他去的那座神奇的发光岛 他兴奋地用手指着 岛屿的方向叫着 就是那小岛 就是那个岛 爸爸 在那里 爸爸惊讶地看着 被南光包围着的小岛 怎么 我从来没有发现 那里有一个岛 很快地 他把小光放入 他平时在近海捕鱼用的小木舟 然后他快速地往小岛滑去 小光看着一波又一波 发着蓝光的海浪 打在岛屿的岸边 正如同法战仙女 带他去的小岛所看到的一样 爸爸 我可以看到整个岛了 小光兴奋地说着 他们到了小岛 把小舟绑在石头旁上了岸 而刚才一只大鸟 正停在岛上最高的石头上休息着 好大的海鸥啊 我看至少是我们的小舟十倍大呢 爸爸轻压地看着巨鸟说着 走在岸边的小光 看着一旁的植物 自言自语着 奇怪 怎么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 不是所有的花草 都应该发亮吗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走在一旁的爸爸说着 便牵起小光的手 往前面的几颗岩石走去 怎么那么多的萤火虫啊 小光看着闪烁在石壁上的光火说着 就在他们到达比小光 大两倍的岩石边 他们才发现 那些光并不是萤火虫 小光 这后面的花草 都在发光 爸爸惊呼着 小光马上跑到岩石后面 他兴奋地看着一大片五颜六色的发光植物 叫着 爸爸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我之前潜水到深海 也有看过一些发光的海草 这倒是我第一次在陆地上看到发光的植物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跟着小光 跟在小光后面的爸爸说着 有了一口气 确实是好的 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像 爸爸 那里应该有个洞 我们去看一下 他比着前方的大岩石说着 好 我们去看看 爸爸说着 牵起了小光的手 来到了前方 距离岸边约三公尺远的石洞口 还真有个洞 爸爸说着 打开了手中的手电筒 往洞里照了一下 山洞很小 而且里面乌黑一片 来 帮爸爸拿着 爸爸说着 便把手电筒交给小光 他努力地用着双手 挖着洞口 可是 洞口还是太小 他没有办法进去 他叹了口气 摇着头说 小光 这个洞很小 而且还蛮深的 爸爸可能进不去 爸爸 我可以进去 小光说着 虽然 黑黑的洞 让他害怕 但是 为了救妈妈 他现在 必须要跟 淘太郎一样勇敢 小光 你不是怕黑吗 而且 不知道 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爸爸 一脸 担心地 看着小光说着 爸爸 我不怕 我长大了 而且 我有师父给我的香包 和姨婆 给我的 法毡保护我 小光 很自信地说着 便把香包 跟法毡 从口袋里 拿出来 给爸爸看 在出门 在出门时 谨慎的小光 就把香包和法赞 带在身上了 爸爸感动地 看着他勇敢的女儿 然后 抬头看着天上那一轮 金黄色的月亮 他跪了下来 岳婆 今天晚上 我就把小光 交给您了 我想 您应该早就知道 我会给玉环 带来灾难 所以 才不希望 我们在一起的 一切都是我的错 您就处罚我吧 但是 求您 救救您的女儿 爸爸激动地 向天上的月婆 祈求着 看着 担心难过的爸爸 小光摸着他的肩膀 虽然心里害怕 但 他还是安慰 鼓励着他 爸爸 您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把珍珠拿出来 妈妈 会没事的 月婆婆最爱我 她会保护我的 爸爸 紧紧地握着 小光的双手说 小光 谢谢你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就马上出来 好的 我会的 小光点着头 很坚定地说着 一切小心 如果 害怕 就马上出来 爸爸 担心地说着 小光点点头 他拿着 爸爸的手电筒 往目瞎瞎地 洞内照去 他的心跳 加快着 脚也开始 发软 但一想到 昏迷不醒的妈妈 他告诉自己 要勇敢 在大大的 吸了一口气后 他爬进了洞穴里 在伸手不见 五指的洞内 紧张地双手 发抖的小光 告诉自己 不能怕 不能怕 妈妈需要我 他 专注地看着 手电筒发出的光 往前爬着 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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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爸爸叫着 他远处紧张 吸了一口气 大声应着 爸爸 我没事 只是有点暗 就在小光 跟爸爸说话的同时 一道月光 从 沿洞上方的 一个小洞口 洒了进来 乌黑的洞内 瞬间 亮了起来 在月光后 一个东西 正微微地 一闪一闪着 爬在地上的小光 站了起来 爸爸 里面好道 小光 边叫 边往发光的东西 走去 你说什么 爸爸的声音 变小了地说着 我说 里面好道 在小光 回着时 他惊讶地发现 一道道 微微的光 正从一个 比人还大的贝壳 缝隙里发出 爸爸 有一个好大的贝壳 比我还要大 小光叫着 心想 这会不会跟 淘太郎的故事一样 里面 也有个小孩子 他慢慢地走到 贝壳前面 用手轻轻地 敲了敲 有人在吗 他问着 但没人回答 他继续 又敲了几下 是谁呀 是谁 我在睡觉 不要吵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从贝壳里 传出 小光吓了一大跳 但是又很兴奋 小光心想 真的有小孩子 在里面 你好 我叫小光 你可以 开这个贝壳门 一下吗 小光 有礼貌地问着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我住这里的 贝壳里的小女孩 说着 小光心想 我是谁呀 我要怎么说 我叫少小光 我妈妈是 小光说着 我知道 你已经说过 你的名字了 女孩不耐烦地 说着时 贝壳门打开了 一阵白色亮光后 一个金色 拳法的女孩 走了出来 她长长的头发上 戴满了珍珠 遮住了全身 小光看着 这个奇特 又漂亮的小女孩 她不由自主地说着 哇 你好漂亮哦 珍珠小女孩 走到小光面前问着 你找我干嘛 我妈妈生病了 需要你的珍珠 才可以救她 小光真诚地说着 珍珠小女孩 看了看小光说着 你要我的珍珠 她继续问着 你怎么知道 我的珍珠可以救人 谁告诉你 我们这个岛的 还有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在骗我 我没有骗你 真的 我妈妈真的生病了 是法珍仙女告诉我 你的珍珠可以救我妈妈 小光努力地解释着 法珍仙女 小女孩说着 心里想 这里除了大海国的人 就只有岳婆知道 这位仙女是谁呢 为何要帮她 小光拿出口袋里的法栈 给她看着 这个就是我姨婆送给我的法栈 小女孩看着 被一层发光的灵气包围着的法栈 她说着 好吧 我就先相信您 那你有什么可以给我 你要多少钱 我们跟你买 小光很诚恳地问着 我这里不用你们用的钱 珍珠小女孩说着 那你要什么 小光紧张地问着 你就不要刁烂她了 一个老陈的声音说着 这时从珍珠小女孩身后 走来了一只大乌龟 乌龟梗梗 小光惊讶地叫着 心想 她怎么会说话 小光 好久不见 大乌龟微笑地点头说着 小光跑到大乌龟身旁 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乌龟梗梗 我好开心 看到您哦 小光很开心地说着 你们认识 珍珠小女孩 拜托你救救我妈妈 小光双手握在胸前 恳求着珍珠小女孩 珍珠小女孩 挑着眉毛说 月亮的女儿 你怎么不早说 我 我 小光不知如何解释 好吧 那我就帮你 但是 珍珠小女孩 手交叉在胸前 若有所思地说着 小光和乌龟公公张大眼睛 看着小女孩 你们不要紧张 我只是要你来陪我玩 珍珠小女孩微笑着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小光努力地点着头 然后面有蓝色地说着 可是 这个岛 是我第一次来 我自己没有办法来 所以 你还不会飞 珍珠小女孩 惊讶地说着 飞 我 我是在梦里飞过了 小光摸摸头 感到疑惑地说着 没有关系 很快你就会了 珍珠小女孩说着 便取下了头发上的两颗珍珠 交给了小光 这颗粉红色的 给你妈妈吃 白色的这一颗给你 满月的时候 只要你看到白珍珠发亮 外面那只大海鸥 就会去接你来 他说着 小光接起了 珍珠女孩手中的珍珠 感激地边点头边说 好的 我一定会来的 谢谢你 我们就下次见了 我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 珍珠小女孩说着 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就走回到贝壳里 关起贝壳门了 然后 她又打开了门 说着 老贵 你开个门 给她出去吧 看她身上 张兮兮的 说完 她便关上了贝壳门 小光很快地看了自己一下 才发现身上 沾满了沙子 她边拍着衣服上的沙子 边四处看着 门 这里面有门 她好奇地问着 大乌龟慢慢地 走到大贝壳旁 说着 小光 你过来 小光走了过去问着 乌龟公公 门在哪里呀 大乌龟用脚 剥开脚上的沙 一颗大白石 出现在地上 在这里 她用脚 比着地上的白石 门在地上 小光不解地 看着大乌龟 大乌龟笑着 当然不是 门在那边 大乌龟说着 便用嘴巴 比着左边的石壁 她塌了一下 地上的白石 左这边的石壁 慢慢地 裂出一条缝后 就打开了 一道小门 哇 好神奇啊 小光张大眼睛 惊叹着 大乌龟笑了笑 小光 你快回去吧 嗯 小光点着头 看着吃香的老龟 小光的心 充满着感激 乌龟公公 谢谢您 谢谢您的帮忙 小光说着 顿时眼眶都撕了 小光 要不是 你和你爸爸 我老命 找没了 我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 帮这个小忙 来答谢你们 大乌龟 大乌龟